大家好,我是i13C的大迷 最近出現火熱的AI人工機器人ChartGPT 雖然官方只有網頁版 但是很多網路大神分享很多整合應用 這個影片會分享幾個方便的手機、手錶、電腦的整合應用 第一個是LINE的ChartGPT機器人 名稱為AI小幫手 可以在手機上將畫面上這個LINE的ID加入好友 就可以很方便的跟網頁ChartGPT使用一樣輸入問題 也可以收到相同的回覆 而且還可以很方便的保留詢問對話的記錄 另外也可以將這個機器人邀請進入群組 只要在群組裡面邀請搜尋AI小幫手讓他加入即可 之後如果需要詢問ChartGPT 只要在對話前面加入畫面上這六種符號的任何一個在最前面 ChartGPT就會出現回覆這個問題 感覺很方便使用 而且還有網頁版沒有的畫圖功能 建議大家加入家庭群組 讓老人家也來玩玩看 因為WearOS手錶可以安裝LINE 所以很自然的也可以在手錶上玩玩ChartGPT囉 使用語音輸入其實還蠻方便的 然後美女抱著貓過馬路 不過畫圖的結果看似可以 放大看後卻很驚嚇 再來分享兩個很有用的網頁插件 第一個是語音互動的插件 目前的網頁版只能用輸入的方式來提問 對於打字慢的人很不友善 打開Chrome Web Store 尋找一個插件名稱 Voice Control for ChatGPT 點擊安裝這個插件以後 再重新整理這個ChartGPT的網頁 可以看到多了一個語音輸入的按鈕 右邊綠色的是語音回覆的啟動按鈕 最後一邊還可以選擇你要使用的語言 幫Doraemon寫一個200字的自傳 Doraemon寫一個200字的自傳 Doraemon寫一個200字的自傳 有了這個,可以使用選擇英文 就可以利用 ChatGPT 來練習英文對話了 最後再來介紹一個導入最近資料的插件 一樣的在 Chrome Web Store 裡面搜尋 Web ChatGPT 點擊安裝後,重新整理 ChatGPT 的頁面 可以發現最下面多了一列選項 有 Web Access 的主要開關 搜尋的數目 搜尋的時間長度 搜尋的國家區域 最後一個是設定回覆的語言 先不要啟動來試試詢問一下天氣 明天台北的天氣 可以看到,會出現標準的2021年的時間限制 現在啟動導入的功能 明天台北的天氣 預計明天日期為十二分之三 天氣晴時多雲 白天最高溫度約攝氏二十二度 晚上最低溫度約攝氏十七度一 雖然回覆的結構比較不完整 但是卻有了最近的資料 以上分享給有興趣的人 也可以來玩玩看喔 如果你對3C開箱 拍照攝影 智慧家庭有興趣 歡迎訂閱 i1 3C頻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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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